还有自动上装的功能 帮素颜开会的女性修修炼 不过专家提醒 视讯软体很容易被骇客入侵 会有资安疑虑 优美的弦乐四重奏 线上视讯演出 虽然少了音乐厅的临床感 但防疫宅在家 美妙院生格外抚慰人心 而受疫情影响 取消了世界摩托车锦标赛 顶尖赛车手也只好在线上 PK一番 虽然从催油门变成握遥控器 但现实中的世界冠军马奎斯 电竞赛一样跑出第一名 当然居家防疫工作还是不能停 失去会议成为一种新趋势 只是不想让人看到乱糟糟的房间 有软体能直接把背景打上马赛克 甚至还能调整浓淡程度 如果嫌这样太单调 背景还能换成阳光海滩 或是在美丽极光前跟同事开会 而软体还有另一项功能 只要动动滑鼠 就算素颜开会也能自动上装 气色100分 但毕竟是躲在萤幕背后开会 想浑水摸鱼就有网友替自己做了分身 就要不停对镜头点头微笑就好 给友人上演定格当机秀 就是自热视讯分割画面太多 靠分身撑场 老板也不会发现 只是在家视讯也意外爆出另类商机 像是沃尔玛就发现 上衣类的销量远胜酷群类 主要是视讯镜头 通常只会拍到上半身 而当红的免费视讯会议软体 App Zoom 过去曾发生被骇客入侵会议室 甚至假冒使用者发布假讯息等资安疑虑 视讯会议固然便捷 但可能的资安风险也不能轻忽 记者也为哲林介入报导